大家好,又回来我们望向早晨的时间 今天录影节目的时间就是8月2日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bc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点赞分享和订阅 多谢大家 好了,今节就讲下我所在的澳洲地区 不是讲本土,是讲澳洲人在外国的表现 那其实是什么事呢 原来 澳洲的奥运队 被日本媒体拍到 哎呀 到处走,拍拍照 如果用这个台湾文南话 究竟是什么事呢 他们 原来 就是被 东京的媒体拍到 在这个新桥聚集 那里是哪里 原来就是这个《艾记丰族街》 如果去过日本的朋友都知道,那里有很多东西 大家知道 为了保障澳运 人员的安全和健康 东京奥运会是选择了 采用 防疫气泡 这个系统 避免运动员 等等的奥运相关人员 和 日本的当地民众 或者旅客接触 不过澳洲这班 代表团就被人拍到 哎呀 原来还是到处走 甚至 有 澳洲人就说,这些简直是国耻 日本的 朋友看到 更加觉得 有没有搞错 我们国家已经疫情那么严重 帮你还放人出来 到处走 罩眼看上去 就有大概 二到三十人 他们更厉害,穿着澳大利亚的 叫 奥运团的 制服 那么 他们 就大量聚集 令到 日本的民众很害怕 还有有人就问他们究竟做了核酸测试 也有网友这么说 这里 是有 很多 这些艺术的 还有 歌舞记都会在新桥 演剧场演出的 这里就是东京有名的 艺术风俗街 你们的澳洲人会 这个好笑 喝花酒 应该不会的,我想现在这些场所可能都 都关了 其实这么说 无论 我们这里澳洲的代表团 的成员在什么目的都好 一点可以确定的 就是他们没有遵守 防疫气派 这个规定 应该 做的事就是老老实实地在奥运村里面 反而他们大摇大摆 走出奥运村 跟当地的民众 和游客接触 而对于 奥运会赛事期间出现的 不戴口罩等等的违反 防疫规定的现象 其实 东京奥运会 和残务会 的组委会长都说 已经向 违反 这所属的国家和地区 以书面形式 提出 严重警告 其实有没有 有没有发警告给澳洲队 我觉得也是需要 可能没收到 但是 果然好像一些澳洲的民众 这么说这些国耻 有没有搞错 在别人的国家好心 就守下纪律 是不是 对不对 说回 东京奥运会 防疫政策 的 规则 规则 也指出 如果运动员违反规则 可能被剥削 或者叫剥夺 剥夺应该准确点 剥备 参赛资格 或者 罚款 保障 奥运相关人员的安全 防疫气泡 这个系统 从运动员 抵达日本 那一刻开始就启动了 但是 日本当地媒体 在多个现场 观察就发现 在这个所谓 一开始的第一环 其实就是 错漏百出 存在着 严重的漏洞 根据 日本每日新闻就报道 在迎接大量 奥运代表 团入境的东京成田国际机场 就出现了多名运动员 不戴口罩 而且粉丝也越过 隔离线近距离 跟运动员 是接触到的 这些是乱象 那我们讲一讲究竟 东京奥运有什么具体措施呢 我们再recap一下 第一 就是 虽然 疫苗的接种不是必需的 但是国际奥委会 却明确要求一样的就是 反思 来自日本以外的海外参赛者 都必须在飞机起飞前的96个小时内 分别接种 分别接受两次 不同 日期的核酸 测试 抵达日本之后 选手除了会被要求进行第3次 核酸测试之外 他们还会被强制执行 为期三日的 集中隔离检疫 并且要求 安装一款防疫的app 就是APP 这样 一定要看着你 安装在手机里面 以 确实记录个人的所在地 以及所接触的 种种人群 而选手 亦通过 这个app 每日 都要确实汇报 体温状况 一旦发现有选手 在经过 冷却期后 进入 奥远场管 时的体温 都是超过37.5度 好不好意思 他们就会被强制 驱离比赛会场 真是很麻烦 有些人如果 等了五年 本来四年 因为疫情就等了五年 所以都很心酸 另外一样 就是 奥运会期间 选手 还会被要求进行每日的 妥卑 抗原测试 并且至少 和其他人保持两米以上的 安全社交距离 不好意思 好像 拥抱 握手 这个激掌等等的肢体互动 一律被禁止 但是你看到澳洲这班 代表团 社交距离当然没有 站到鬼门 另外 另外 运动员 除了在吃饭、比赛 饮水、睡觉、训练期间 可以 不用佩戴口罩 其他时间 不好意思 一律 要佩戴口罩 以防止选手和选手之间发生任何的 非没传染 这是好事 另外 澳洲队就是犯了这下 我想澳洲的代表团 就是 针对选手可活动的范围 澳洲的指南就规定 任何前来东京奥运会的参赛者 都不可以在参赛期间 从事任何 非比赛以外的 行为活动 运动员 运动员只能够离开 选手村前往 你记住一下 前往 指定奥运 场地比赛 应该 或者是前往防疫指南中 有所规范的有限地点 根据这个 我手头上的资料 根据 日本媒体就说 那条街 新桥 不是 所谓的 指定有限地点 来的 所以都是 各此 说得对 有些澳洲的 民众说 另外 我们之前也说过 针对 外国媒体他们是怎样 就是用GPS定位追踪 那 说回 东京奥运 主席 乔本胜智 表示为了 为了加强 防疫 管控 日本政府会通过GPS定位系统 进一步监控海外 媒体人的活动范围 以防止他们私下 会见朋友 或者任意前往那些未经许可的地方 乔本胜智小姐 原则上 记者在入境后的14天内 都不可以 任意 公开外出 如果他们想参观指定 地点以外的地方 就需要提交 一份活动计划申请表 否则 他们就会被 施以非常严厉的处罚措施 但是澳洲的 这班人士应该就不理你那么多 说句老实话 其实澳洲国内 亦都不好过 我说回 澳洲的 刁民真的好像特别多 我实际说这班奥运代表团 显示出来的形象 亦是 不好 澳洲国内 一副都是 我想他们回到澳洲 都可能被人大力地谴责 希望他们乱走 不要带新冠回澳洲 真的很害怕 不是开玩笑 之前我们说过一集节目 就是 色尼 有一个 反封城示威 原来有个磨碌 他是已经确诊的色尼男子 他就试图 踏 地铁 去色尼CBD 参加 游行 结果 被警察拦下来 并且 要求他回家自我隔离 你确诊了还敢出来吗 但是 警察就再去他家的检查 登门拜访 谁知道 发现了 这个刁民 这个男子再次违反隔离令外出 这个男子其实就是试图 从色尼西部 搭乘铁前往CBD 即是色尼的市中心 参加反封城游行事就被警察 警察查出原来他是确诊的患者 之后警察 就立即要求他回家隔离 但是 警察上门检查这位男子隔离状况的时候发现了 他 已经离开家 前往 一个 文宅 那么 新南威士州警务署长 富拿先生 经常见到他这陣子 因为防疫 很需要警察 就说 这个就是为什么 新南威士州要采取 强而有力的行动的原因 要确保民众 遵守防疫令 违反防疫令的色尼民众 会被罚款1000元 如果他们 继续藐视相关规定 还会被 处罚 这样说 富拿先生还说 警察 会上门检查民众是不是真的有隔离 如果你违反了隔离令外出的话 不好意思 1000大元 而且 亦都会 被提起 刑事指控 如果 民众继续违反 防疫规定 我们就没有办法解除封城 没错 说得对 另外 富拿先生还警告那些 再次想游行的 反封城的这些反动分子 这些是坏人 如果你们 他警告说如果你们再敢来 就会看到上千的警察 为你们 行为做好准备 而且会处理你们的违法行为 其实新南威士州的州长也说 我们希望星期六 不要有 发生 非法集会的活动 后来是没有的 结果也是好事的 因为真的好严 不过这个磨碌 说确诊了 还敢 搭这个城铁 我真的不知道他是什么人 是吧 另外 我亦更新一下我手上有的数据 因为我录节目的时间很早 所以 我手上有的数据就是 新南威士州 新增的个案就是239宗 我们坤士兰州 亦都是有九中社区传播 还有 有件事最大事的就是 因为 中了 新冠的 这班人士 很多是在学校游走过很久 所以 都是挺大事的 我记得有一个就是去了看了 好像是一些联谊活动 这种就出事了 维多利亚州 就 还可以 只有4个 新增的社区传播 不过也不可以松懈 那 现在澳洲 并不是那么好 有人就说他们在澳洲屈了这么久 可不可以出来 走走走 反正日本 日本更糟糕 东京都是个万人 我那一节就说过 所以呢 其实这班人出来 可能还使得自己更加容易染疫 之后会不会带回澳洲 这些东西回澳洲 也很难说 所以 为什么澳洲的民众都说他们各自 我都觉得 不要这样做 在别人的地方 看得我们好像 很丢闻 很丢气 是吧 在国内做已经不好了 还 丑出国际 看到我都觉得 甚算甚寒 好,今次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大家 拜拜